现在我们有请来自台湾的林怡真洪修 和我们分享通过修行心灵法门 女儿突发性疾病神习痊愈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如君宏台长 何其有幸 今年终于也让我们台湾 等到了如此殊胜的观世音菩萨 心灵法门的祈福大会 今天上台献身书法是本人莫大荣幸 就像要领大学毕业证书的心情 原来念经学佛可以让自己的父母引以为傲 学习心灵法门将近一年最大的感悟 就是没有念经的我将会怎么样 将会在哪里 非常感恩今天自己能站在这里 和各位台湾乡亲 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同修 分享学习心灵法门的心路历称 今年回台湾前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丢了一堆张衣服到洗衣机 然后交代老公说 这边还有很多张衣服都要洗 因为每年回台湾都只是寻力的来探亲 今年却有了更多的意义 首先是帮助更多亲友认识心灵法门 我第一个分享的人是自己的妈妈 今年妈妈正逢369关节 我请妈妈赶紧许愿念小房子 从大陆继白化佛法光碟到台湾 妈妈看完碟片的第一晚 就梦见台长到妈妈的家乡来弘法 从小跟着妈妈拜观世音菩萨 驾到大陆 夫家也供奉着一尊观音菩萨 可见自己和菩萨妈妈有很深的缘分 可惜自己业障深重 当时在家没有拜菩萨 也没有上香敬茶 日子越过越不如意 身体越来越差 在一个机缘下 拜见归翼了仁波切丧师 然后开始 给家里的菩萨每天上香 念百字迷咒 地藏经 清经 金刚经 大杯酒 还有普贤行愿品 每日礼佛一百零八下拜 奥密陀佛 可是即使如此念经 身体状况依然不好 有一天我就上香 跟家里的菩萨请求 我说 请菩萨 让我找到一位 可以教我如何念经 让身体健康的上师 没有多久我就在网上 点入卢台奖的网站 当时觉得对烧小房子有顾虑一计就错过了 一个月以后 有一位网友在网上分享学心灵法门的感应 经过这位意大利同修的热心教导 我下决心开始做自修功课 开始决定念功课的当晚 临睡前刚躺上床 闭眼就被一个无形的力量压身 我赶紧念 菩萨菩萨圣号三遍 就从那股巨大的漩涡抽离出来 接下来终日往往每晚都惧怕睡觉做梦 同修让我睡前念大悲咒 后来就好多了 然后在我念经第三天的晚上 我的腰疼老毛病犯了 疼了很久 我躺在床上 双手合十请菩萨加持 让我的腰别疼了 明天开始一定好好的念小房子 然后这个愿一许 很快我就感觉我的腰疼广泊下来 很快就睡着了 从那一天开始 我就发现我这个腰疼的毛病 很少发作 然后身上也有很多的小毛病 并不自觉都好了 两三年来一直梦中 都会手臂马醒 然后念经几个月以后也好了 没有这个问题 然后学子一直以来都很高 今年做身体检查 也都在标准值以内 某一天早上 我看到我的女儿 眼神飘忽 有对眼的现象 就是台湾的说的斗鸡眼 中午呢 女儿跟我说 妈妈 我看到了两个妈妈 我很害怕 马上去宝堂 跪地禀告菩萨 当下先烧送了三张的自存小房子 前后不到五分钟 我走出宝堂一看 女儿眼睛恢复正常了 然后我们就赶快去眼科医院做详细的检查 到医院做检查排队等很久 女儿又突然对眼了 医生说突然对眼不排除与脑部疾病有关 当时心都凉了 立即在心中和菩萨许愿 在三天以内 烧送七张小房子给女儿眼睛的要经者 接着 神奇的事发生了 隔天去专科主任那里做一系列的检查确诊 又照骗子 医生确定没有对眼 就只是弱势需要佩戴眼镜来做矫正 然后某一天女儿说 她昨天梦见恶鬼 一个四岁多的孩子突然说这句话 我有不好的预感 结果隔天她就发烧 反复的发烧两天 半夜不能念经 我就送此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送此了 一个多小时孩子就退烧了 然后因为我女儿是过敏体质 很多的消炎药是不能吃的 她常常一生病就必须发烧三天四天 然后现在因为可以透过许愿念经 让孩子大人少了很多的折腾 然后女儿她还有群麻疹 过敏性结膜炎 以前经常要跑眼科医院 现在呢就是轻松的取大杯水 代替眼药水 只要轻轻涂抹在眼皮周围 就可以很快的质量消肥 实在太感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然后最近六月份有一天去接女儿放学 突然发现女儿 中心马上要抱着她去医院 这时候我帮女儿穿鞋子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可以跪在体地上 双手合十许愿 在三天内给女儿肚子疼的药精者念七张小房子 前后只有三秒钟 女儿忽然从鞋凳上站起来 把身体后面的灯关起来说 妈妈我们走吧 刚才还在喊肚子疼的女儿 已经完全盼落两人 然后去医院途中在车上 我开始念四十九遍大悲咒给女儿 只有念到几遍她就睡着了 唇色从刚才白色慢慢变红色 下车的时候她跟我说 妈妈你不用抱我了 我现在肚子不疼了 可以自己走路了 然后医生检查半天 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只有我内心深深的知道发生什么事 因为心灵法门我们可以随时祈求许愿 由此可见两件事多重要 第一许愿的愿力 有多大就能成就多大的事 第二自存小房子就像存款 没有存款就没有安全感 平日就要坚持做功课做善事 不能临时报佛教 然后在刚学心灵法门一个多月时 妈妈告诉我 弟弟长脚痛急诊住院可能要开刀 当晚会在家中佛堂 帝弟弟念大悲咒二十一遍 并请妈妈还有她老婆一起给她念大悲咒 然后很幸运的 她住院很快就出院了 最后也没有开刀 我询问当时她去住院之前吃过什么东西 她说是吃了活鳖 为什么台长一再告诫我们不能吃活海鲜 因果不虚 其实人生病都是自己的无知贪吃造成的 我时常想幸好我有念经 幸好我能学习心灵法门 虽然总觉得有点慢 但是慢总好过永不学习 我很感恩自己有念经的能力和机会 更感恩我等众生有观世菩萨的护佑 感恩有如君弘台长的舍己度众生 我们才能共修心灵法门 拥有身心灵真正的家 感恩观世菩萨不离不弃 对小我对受苦众生都是那么的慈悲 我知道唯有坚持 学佛念经才是人生最好的路 我们不能白来这一招 今天有福坐在这里参加法会的每一位朋友 不要再错过修行的良机了 请珍惜今天你将听到的看到的和拥有的 然后最后讲一句台语 请台湾各位乡亲一定要珍惜 今天这个机会好好来合习心灵法门 好好良心 好好修行 就对今天来这 天气祝福菩萨都有保庇 感恩 心灵法门道坚持将信念好好走下去 再次感恩 鼎礼南眸大慈大悲观世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南恩师 如君洪台长 感谢 感恩林同修的发言 现在我们欢迎来自台湾的拱焰贤同修 和我们分享 先生与母亲通过心灵法门 念经 许愿 放生三大法宝 并请迅速奇迹般的好转 观世音菩萨 灵验无比 让我们讲声欢迎 感恩台湾台美救苦救南 光台人感恩宣估估估估 感恩台湾台美的路台上 感恩辛康东方寺 毕淑寺 董修 董修 以及二天的董修 在庄的董修 大家好 今天很幸福 有在这个机会 在这个苏醒的发贵上 来跟大家分享 我在这七五月里面 合适心灵法门 的心理和体会 在最早前 我知道路台长的心灵法门 是在那九年 我生心担心 他担心灵法门 他担心灵法门 是因为这个大灯头发烊 来担心灵法门 这是 他先说必须要你 这支赶桌的 但是在那些赶赶赶赶赶赶 我的担心灵法门 就是我生心灵法门 都按台队卡门的回来 我的大家就跟他说他要开桌的事情 他说这支卡门 去秘书厨 清告秘书厨的书兄 也很快就有台湾的书兄来跟他联络 跟我们 叫做观世音菩萨 并且不断酿台秘书 给我们生心 所以就是 我们大家 我 还有我们大股 三个人 在三个地方 不断酿台秘书 给我们生心 是什么 其实 发生我们生心 既然不用开桌 而且三天后 都可以吃东西 一星期他就出书 感恩来问台湾台秘书 并不断酿台秘书厅 共产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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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变成一个战亚人 他每天要洗衣服 要换衣 甚至要吃饭 都需要我们爸爸来祝他三天 以前他在那 每天起来 他五点就起来的离婚了 也因为他的金鸟 在那里面 所以他没有做梦醒 他因为他很幸福 就在六月底 高雄的书丁 邀请我和我大姑子 来参加高雄的共产党会 来分享到我们的 体会和心力 我们大姑子有一个机会 回去 陪他看我的妈妈 这一切都 是台湾台秘书館 圣菩萨的安排 我回去陪他住两天 订阅的时候 就跟我妈妈开工 我大姑子跟我妈妈说 前面 你记得有你做功课 有你两小房子 你怎么不可以习丸 你如果法官 一定会很快就好起来 我妈妈听了之后 你去 搭去二楼的 后面习丸 她说她每天 除了她基本的功课以外 要加点台秘书49便 而且今天绝对要来参加 如台长的心灵法门祈福大会 下当天 我邀请我妈妈说 不然我们再来参加 教授的好吗 她说好 就车了 她很欢迎跟我说 她刚才自己戴衣服 再把她的手抓住我看 她说你看我的手可以抓住在头上 她先怀孕 最早三个把要摆 固定去摆在镜头 既就要六五位 手才可以叮咚 但是 一个新年 一个慧願 在一枚的时间 就让我更正中 让母贵世音菩萨的祝福保佑感恩 我妈妈快乐 可以在那一枚一枚的时间 手就能够好一碗 真的很感恩 身来感觉真的是无法 不知道要怎么生用 在共享受的结束 要回去自己的路上 我的妈妈跟我说 因为她先开桌跟她插工 所以把她的手机用回去 她现在 要进手机真的很麻烦 富庸又高 她先说她的水器筋很好 最好是看得到 不要进水器 哪有法度找到她的心境 这样是最好的 但是 要找心境要 把她做那些东西 要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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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妈说 这样不知道要怎么 但是有真正的经验吗 我刚才跟她说 没有 你就放完再量 尊贴心情一百碰八便 我大姑子 刚才说她说 吃饭 你能够关心心理发问的经历了 所以我妈妈 等她到家里 我妈妈就 这期去二楼的乎当 随后 点凶会员 一星后 她就会告诉我 别我说 疑心防疫办 急减 急走 钻进 因为 十分你的收拾 所以不用到家里 在七月锡 她就 追到 水器的心境 你说 他說 市民發問 有人聖誤 大小公司有人聖誤 真正發起窮亂 我一直 實質在很健身的父教家庭 大人的 自小人 我就對著我的阿嬤參加大大小的法規 我的姻妹妹去的時候 我就很高兩代美酒 新金以及王新酒 在這四十幾年一路走來 講問 管世音菩薩的保養 接受到青年發問之後 又加堅定我 要學佛 良心 平安 以及奉心 賜人的信念 我要感謝我的先生 他全你來支持我 讓我可以全心 全意來對著路台上 來收這個青年發問 讓我以及孫兄的到三天 讓我在這個新年發問中 看清楚自己未來要走的路 以及對魂法 更清晴的了解 在座的各位董事長 我真的要恭喜你 在這個部發的時期來 我們真的很幸運 可以對著我們自美的路台上 在我們自己的努力打招呼 在座 真正 萬里 白庫 改變年輕 真的是很幸運 在座 甘文 台主台美 救庫 救人 講台人港 管世音菩薩 在座 甘文 台主台美 無數的路台上 在座 甘文所有新年發問付出 為新年發問付出的董事 感謝大家 感恩董同修的發言 現在我們歡迎來自台灣的陳國順同修 和我們分享生患肝癌 被醫生判為死刑 卻通過修行心靈訪門 肝癌 細胞幾乎完全消失 腹部腫塊也神奇不見 肝癌 奇蹟痊癒 讓我們掌聲歡迎 尊敬的盧台長 首先感恩大廚大悲觀世音菩薩 感恩大廚大悲的盧台長 也感恩所有曾經幫過我的人 各位鄉親 大家平安 大家好 畢姓陳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在這裡把我接觸心靈寡門的神奇刺激 講給各位鄉親聽 感到非常榮幸 以前我的人生觀 是凡事只有靠自己 才是最可靠的 所以我從小到大 一直都很努力的讀書 幹工作 希望這也有讀書 來改變我自己的領域 我從來沒有想過 生命會是那麼的脆弱 也沒有想到 一輩子的努力 甚至自己的性命 會在一山那間 全部都報為無有 人生在這個世界上 是多麼的渺小和無難 我是在去年 2012年10月底 檢查出來肝臟有10.5公分 這麼大的腫瘤 當時我被這個青天霹靂的 壞消息給嚇呆了 一個人拿著檢驗報告 往往往走到附近的公園去呆坐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因為女兒再過幾天 就要出生了 早已搬回良家來代產 全家人都在興奮的期待 一個小生命的到來 現在快事喜事一起來 人生真的是 不破無常 我決定不讓女兒知道我的病情 避免影響她做業主的心情和健康 難得我二次很孝順 她主動的問主治醫生 可否換肝給我 讓我換肝來保命 醫生說我因為低血肝臉引起肝臉化 所以不適合做換肝的手術 最後兒子決定用結婚來幫我沖洗 感謝菩薩的保佑 否則我這個傢伙還不知道 要拖到哪一年才肯結婚呢 不過我們夫妻要求結婚的喜酒 絕不能有牛海鮮 人真是需要多些絕對善言 日後才會有意想不到的貴人出現 我在這次體檢之前 曾經去有的好友 朱先生心機拜訪 朱先生夫婦非常熱心 他介紹如台長的心靈法門 給我們夫妻兩 說他們兒子因為相信心靈法門 而脫胎換股了 說實話 當時我還是抱著半信半語的態度 到是我老婆回家後 沒多久就開始聽王爹練佛經了 因為他說他相信朱太太的為人 和他所說的話 所以我告訴我老婆 我體檢的結果是 他非常的傷心 他說我這輩子的為人很好 在所有親友之間 我都是被公認出的大好人 現在得了這種重病 連醫生都判了死刑 所以現在唯有寄望奇蹟出現 勸我練練佛經 來求菩薩保佑 或許有奇蹟出現 於是我夫妻兩 就開始在家裡 照如台長的書上的方法 拼命的練經 練小王子 同時也忙著找醫生 看看有什麼可行的治療方法 那是因為我家庭醫生 剛好放大假不在澳洲 我們只能在家裡乾急著 還好菩薩保佑 遇到一位中醫 建立我一定要抓緊時間去治療 尤其聖誠節快到了 到處醫生全都跑去度假 拖下去後果不堪設想 因此 我的家庭醫生一回來 我就跑去求健 他立刻幫我安排去見一位專科醫生 非常感謝菩薩的保佑 我在12月初就順利接受治療 不再受那種無聊期的等待折磨 組織醫生也非常好 他對我說 總有機會 就要做 有做就有機會 如果什麼都不做 那就真的什麼機會都沒有 讓我聽得真感動 去年12月中 我和我老婆第一次去觀音堂 遇見了獨台長 獨台長很慈悲 幫我加持 還幫我看圖騰 所以我身上有一男一女兩個大靈性 我估計這兩個靈性 應該是我去世的父親還有母親 因為過去的十幾年來 我時常夢見他們 但是我不知道他們 原來是要來跟我要經的 盧台長要我出事來改變我的體質 還要我趕快練小黃族 去超度我身上的靈性 還請醫工們轉告我說 不要病好了 就不練經了 朱太太聽了之後 我非常高興打電話來說 只要盧台長這麼說的話 就表示我一定有救了 今天 2月8日 我第一次回去醫院復診 醫生非常高興的說 我的腫瘤只是下降了約 百分之九十三 而且摸我的腹部硬塊全都消失了 當時我真的不敢相信 覺得練經 練小黃族和晃生的效果真的太神奇了 自從我開始練經之後 幾乎都沒有再夢到我父母親了 嚴宵節的第二天 我托我台灣的親戚 幫我夫妻倆 晃生了六千條石斑魚 當天晚上 我就夢見有好多魚在水面跳躍 三月二十五日 我第二次回去醫院復診 但是驗血報告 令醫生也覺得很沮喪 因為我的AUP腫瘤組織竟然升高了 醫生說我很快樂 也就是運氣不好 因為我對口無化療藥過敏 因此我癌激包 沒能有效的控制 我對化療藥過敏 所以我沒辦法出前劑量 我能夠出半劑量 所以他說 可能五月底 要再來做一次放射治療 後來我們看了很多書籍 才知道 有時候 在癌症病情好轉前 腫瘤組織 肉反彈 並不代表是什麼壞事 只要病人的身體狀況 感覺良好 那腫瘤組織 反彈 反而是件值得恭喜的事 五月八號那天 我再回去醫院 照CT scan 也就是電腦 斷層掃瞄檢查 十號那天 復診 我心裡抱著 第二次的放射治療 大概是卡不掉了 誰知道 醫生看了報告 卻說我的肝臟腫瘤 癌細胞至少死掉 98% 現在只剩下幾點小白點的殘殘 殘殘的癌細胞 我簡直不敢相信這個好消息 感恩大楚大悲觀世音菩薩 但這位正式腫瘤指標 反彈並不代表就是定情惡化 反而是表示定情好轉的跡象 之前主治醫生和中醫生還勸我多出錯來增悔 增加注定的本錢 還好 我小一隻要我一定要堅持出事 寄了很多資料 正式出事才能改 改善體質來抗癌 但是 口服化療藥令我身體 體重直線下降 我在五月初還抱怨說 沒出分薪哪裡可以徵服 結果五月底我會停 停出化療藥 才幾天就判了一公斤 兩個多禮拜 判了三公斤 一個月多一點 判了四公斤 我老婆才說 許願出事還有放生 燒小房子的功效立憲 這個太神奇了 如來講的心靈訪門好厲害 我不單單現在每天都出得下睡得著 還能去爬山 感恩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保佑我有這個福分 接受心靈訪門得以重生 現在我看到你 仍有一點點殘存的癌細胞 但對我來說 像個正常人般的生活 可以說已經是個奇蹟了 我希望我們台灣的鄉親們 跟我一樣 有這個福分 來修心靈訪門 感恩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感恩大慈大悲的盧台長 感恩東方台秘書室的同學們 心情慈慎 盧台長 滑體安康 永住在宿 救度更多的友人人 謝謝大家 感恩 謝謝大家 接下來我們有請法萊斯亞的 烈同志同修 和我們分享 多次在夢中得到 盧君宏台長的慈悲加持 心靈法門讓他戰勝心魔 重獲新生 讓我們掌聲歡迎 感恩 阿姆大慈大悲 救苦救難 廣大領館觀世音菩薩 感恩 阿姆大慈大悲 救苦救難 慈父恩師盧君宏台長 我是來自馬來西亞 沙巴州的葉同志 感恩阿姆大慈大悲 救苦救難 觀世音菩薩 和慈父恩師 盧君宏台長 給我這個難得機會 在治理台灣大會發言 我第一次遇到心靈法門 是看到新生火爆 台長在槟城的法會廣告 當我看到師父的照片時 心裡完全不當回事 對不起台長原諒我當時的愚蠢 但是我也順手把報紙買回家了 回到家把報紙放在書桌也沒有看 直到晚上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 當晚做了一個夢 夢見兩個靈星 跪地向我要小房子 在夢裡很清楚看見靈星 是穿著苦戴球翻 長白衣和長白褲 頭髮長到腰部 早上一起來心裡想 這位盧台長一定不簡單 肯定是一位不平凡的人 因為以前修法也有感應 但不像這次看一眼明信也會來 於是趕快把報紙看了一邊 感覺心靈法門不可思議 也許又可以學多一個法門啊 於是打電話去公修主要的資料 拿到資料以後 也很快的把所有資料看了一邊 看完了以後 就開始念經做功課了 但是做了一天後 就把心靈法門丟在一邊 太太問我為何不修 我答到經文很長很多 要很多時間來念 有空我不如去賺錢 這種法門你修就好了 我還是修回以前的法門吧 說完掉頭就走 我以前每天都是在做生意賺錢 朋友都說我的愛好是賺錢 可是我太太反而慢慢的學做功課 但也不很經濟 終於在我的人生發生了我無法想像的事情 就在去年的去夜十四晚上 和朋友去了一個墨拜的地方 找所謂的高人指點運氣 因為感覺生意不順利 當我去到時 感覺渾身不舒服 感覺有一股力量往我的身體衝過來 但是我體內也好像有一股力量和它對抗著 之所以感覺不對勁 所以離開了那裡 更是來的日子更是我一輩子也忘不了的 回家以後整個人不舒服 不能入睡 第二天精神不集中 三魂不間氣迫 慌慌慌慌 不能工作 不能思考 嚴重到好像隨時隨地 有人在跟著我 在偷看我 很沒有安全感 每天晚上不能入睡 睡到半夜醒來 感覺很恐懼彷徨 有時還會心跳急速不及 還會很長 到處可以看到靈性的臉 晚上不敢出去跑街 也不敢一個人在家 情況越來越不對勁 連白天自己在家也怕 就是要發瘋了 差不多要開始自言自語 罵靈心時 太太看到好不對勁也害怕起來了 到了這個時候 我把學過的法門都用上了 還是不可以 在沒有辦法下 太太建議我去找高人或通靈人士救我 我去了很多地方 都沒有一個人要出手幫我 反而把我趕走的也有 說他們不幫人的也有 說我有精神病的也有 叫我去看心理醫生也有 認為我是去兜法的也有 按示要我拜他們的門派也有 什麼都有 就是幫我的人沒有 還有的對我說 我會失去一切和家人 會有生命危險 有的高人保得我一死 保不了我一輩子 因為不是普通的靈性 而是被外磨 內磨 靈性和高人 在把我弄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在叫天不陰叫地不靈的時候 我晚上回到家 午夜看著孩子們鐵碎 我和太太在沒有辦法 以希望的情況下抱頭痛苦 突然太太說既然都沒有人可以幫 不如我們問一問心靈法門的人吧 這也是沒辦法下才做這個決定的 於是我打電話給了 把心靈法門資料寄給我公修主的人 我把情況大概告訴他們 他們也講了很多 但是感覺也幫不到我 我只好和太太失望地回家 在我不能思考的同時 太太拿起她的手機 進入台長的網站 把台長網站裡的有關的文章給我看 當晚我的頭腦好像可以恢復一點思考 連忙把太太給我的資料看了 眼看著台長心靈法門入門首次 心想就只有這個法門還沒事 如果天要滅我 我又可往何處逃 截止 第二天 我也立刻認真的修起心靈法門的功課了 記得台長開示過 終身問台長 我們每天拜菩薩 菩薩知道嗎 於是台長 把同樣的問題 把同樣的問題請示菩薩指導 大慈大悲 關心菩薩對台長說 孩子教母親 母親聽得見 每次我想到這一句菩薩的話 我非常感動和感恩菩薩和師父 因為我深深的感受到這一句話的偉大慈悲 為何我這樣說呢 因為當我坐下來修心靈法門的第一天 當晚師父的法身直接進入我的夢裡 給我直接指點如何修心靈法門 經過了第一晚台長法身的指導以後 我更加的有信心修下去了 接下來台長法身 每個星期大概來三四次 這令我開始懷疑到底 法身是真的還是假的 於是我把台長法身所交流 有關一台長的文章錄音書籍已開始查證 令我驚訝的是 法身交的完全和台長的文章錄音書籍一模一樣 至此 我在完全沒有半點的懷疑下 跟隨師父的法身修起心靈法門 這樣跟隨師父法身修了一個月 有一碗奇異的夢出現了 就是夢見那些高人強逼我拜師和修他們的法 但在夢裡我極不願意 但高人們說如果我不修他們的法 就派一個將軍來看守我 結果在夢裡我生氣起來 把他們派來的將軍給祭導 我還對他們說 不要再強逼我修你們的法 或拍什麼將軍過來 要不然我把你們也幹掉 高人們也沒有再進一步強逼我了 說完我也醒過來了 醒來過後 感覺和之前完全不一樣 我感覺輕鬆了 人不再當驚受怕 心裡不會喊疑不安 寬然一心 像以前一樣有自信 頭腦靈活 不怕一個人獨處 也不會有給人偷拍或跟蹤的感覺 晚上也不害怕了 我就是即將跟隨台掌法身 修心靈法門把我的外魔 心魔給全部退下的 靈性和冤親在主呢 我也照樣燒松小房子還在 我修心靈法門一年 過去的一年 師父法身還會在夢裡 教我如何紅髮 處理髮物 修心有邊差 師父法身很快的在夢裡指點 感恩師父的大慈大悲 把我帶回征途 我本人在第二張小房子 還沒練完時 靈性就在夢裡對我說 兩張是不夠的 是一位小女孩 我和太太完全不知道 自己有吊過孩子 知道了以後 心情很難過 和覺得對不起自己的孩子 於是抓緊時間 念小房子還在和超度 到了17章 孩子在夢裡說 爸爸我吃飽了 我走了 我只聽見她的聲音 看不見她 看見孩子吃的麵包 就是古代金元寶的形狀 自從修了心靈法門 在健康方面也有很大的改善 要顧得多年傷痛 頭痛都齊靜的好轉 我睡眠不好的狀況已經十年 從來不能一覺到天亮 整晚都無法睡好 跟台長發生修了心靈法門後 我的字典沒有失眠這兩個字 一躺下就睡了 睡到不想起來 腸胃也好了 以前我只吃一點辣 就會半夜補給後 現在吃很辣也沒事 從二十歲開始 眼磨敏感 眼睛紅紅的 現在很多朋友以為我做了小手術 因為眼睛看起來比以前好多了 鼻子過敏也好了很多 我修心靈法門已經一年 首先就是不知 不知哪一輩子修來的福報 讓我今世可以遇到心靈法門 台長發生還進入夢裡 指點把我從魔的手裡揪出來 真的是死裡逃生 別人可能不懂入魔是什麼 心魔是什麼樣的 被比自己功力高的人欺負是怎麼樣的 天青在主這個時候來討債 讓我更快的在我的人生畫上句號 像我業障這麼重的人 台長和菩薩既然還救我 我不但感動流淚 還讓我感覺到菩薩和台長的慈悲願力 在沒有希望的時候 台長和菩薩來了 把一切扭轉乾坤 叫我把我退下 所以我了解一門經濟的重要性 一心向菩薩的道理 肯定把魔退下去 最後 我以最誠心 對菩薩和盧台長師父說 感恩菩薩和台長在最後關鍵時 沒把我放棄 我才得救 自從那時候 自從那時候 我發現包大菩薩和台長 我可以做的就是 永遠做大食大兵 觀世音菩薩的千手千眼土度眾生 永遠做盧台長 永遠做盧台長的弟子 修心修行 心靈法門之後 孫女乖巧聽話 女兒手術順利 快速恢復 讓我們掌聲歡迎 各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們大家好 修宣感恩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感恩大慈大悲盧台長 還有隆天護法 好啊 我叫做潘正佑 我大十個鄉 我二十幾歲就開始在接住這個宗教 後來贏了幾十年 我要愛 所在的都不是我要養 可惜我也是過了很多 各寺廟也去參觀 可是我的感覺 很緊張 不是我要養 我是來來這樣想想 醒醒我這個 想想我要愛這個法門 就是今年七歲分 我都開始接得到 關世音法門 這是心靈法門 七歲分 我是 Höuda的時候 李貫輝小姐 他說 intel bornike我才有一個方便的法門 你一到要拿片子回去看 我就說好 結果拿袋回去看 盧台長這個片子 我在他家裡郭芳去看他的時候 我看著人髮塞進去看 我就說 喔 這麼正義還是在靠什麼 我就知道這件事我要愛的 行聯繁門就是在這裡 我就很開心說 啊 我要來接受這個訪問 結果呢 我就是行聯繁門的這個朋友 我就跟他們說 應該是要怎麼念 經常要怎麼念小房子 我就這樣想說 回到上京 沒有看到家裡的人 因為我的心態呢 是說 家裡有一個戶 我就隨時去幫他們 幫他們喔 像古早人說一句話 就是說 有看到困難就生氣 所以我的感覺呢 我的內心做這件事 念了經 做了光刻念經 我真正很高興 我也是真感恩菩薩 他們真心笑 我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我年輕的時候 我以後有什麼困難 菩薩 都會直接在夢中告訴我 美鳳說 我本來是一個廚師 因為家庭總是要經濟來源 我去做一個廚房 那時候 心水已經很困難 我已經吃了 後來菩薩在夢中 就告訴我 你能吃 不能吃 我就聽菩薩的話 的器材 但是我不敢吃了 做了十幾年 那間公司叫我改善 我就出來看這個廚師館 其實也就是菩薩 要讓我開這個廚師館 我的廚師館開了兩年 到兩千痛 七年才拿下來 中甘菩薩很照顧 我真感恩 我中午不爽的時候 將來不想春花菜 我又很感恩 將來不想春花菜 我又很感恩 將來不春菜 好 後來的心肺真實實 做了不行 小孩已經大學 我的小孩就告訴我 媽媽你不要做 很辛苦 你可以拿下來 幫我照顧小孩這樣 我就拿下來 怕事到各處 大廚師館去家園幫忙 各鄉大廚師館都會叫我去 我就去做 我就感覺說 這樣做 我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我的福保健康 給我 我可以做這件事 我有機會 我就去做這個 我做這個 我做這幾天的時間 有人跟我說 笑說 你怎麼會做 有錢 怎麼會自己拿 我說 你們都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何時呢 我就這樣做 我家裡裡面 小孩 把人的煩惱沒頭髒 我從來不在煩惱小孩 我家裡很平常 我真的很感恩菩薩 他真的聽我 感恩聖聖 我真的有時候 整個道路 累穀的時候 我都不敢說 我說 要去看什麼事 我也不敢說 我一整天來的時候 我就去唱會 我如果做這什麼事 跟佛菩薩 你來給我開門 要來教材 我也不敢說 我在想 我這時候 做人 就是在出來 自己收 知道還要收 想什麼 過一個方便 我也是做人 收客人 這是很機分 就是這樣 從中 我接觸心靈法門治療 我就開始 按照這個 設定 到有這個高雄 黃同修 給我講說 我怎麼練筋法 我一開始的時間 大背後有七百 薪金七百 禮佛大餐回合一百 自從我連廟小黃子 只要 我感觸很多 我有一個台山 一口坊 都是三小事 你怎麼把他賠 都不可以 自學了 三年 有一次 我就說 好 我來上京 我就對一個 如果不舒服 對一個不舒服 我實際上 小黃子 就這麼騷擾 結果 哎呀 真的是一丁而已 忽然這麼靈驗 收一丁 我們的小黃子 我的個性就是 對一個哪裏 好 對一個生理 媽生氣 兩天好 但是我自家 也有做功課 兩小黃子 給自家 藥金 真的 其實坦白說 因為我表演 是真的感觸很多 我自從二十幾歲 到現在 經理那十幾歲 剛才的事情 一切的困難 都是五十多月 有的人說 也不愛白了 要怎麼做 我從來都不敢說這幾歲 我也真的敢說 我跟外面跟新婦說 我們現在的環境 整個好 全部都要感恩 感恩最充 以外的心態來說 我們家裡的 要讓路 我可以做什麼 以外的心態來說 這個心靈法人 真的是 謀法實情的 很好的幫忙 世界上真正有學 真正有 所以聽到台長 這個畫滿愛 我真的很高興 畫到閣雄 這麼多的同修 這麼精進念經 我也是很開心 所以這個心靈法人 在高雄設立著 這個供修處 我會全力 付持 再感謝菩薩 還有大家給我這個經的花園 真的很感恩菩薩 只要誠心菩薩 一定會保佑你的 謝謝大家 祝大家平安